这个女人每晚都会被偷睡 但她毫无察觉 因为每天熟睡后 男人才会从床底钻出来 还会用迷药迷晕女人 然后走进浴室 开始刷牙洗澡 完事后又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好 清理干净一切 定好时间 最后抱着女人睡觉 直到凌晨 吃完早餐后悄悄离开 女人醒来只是觉得浑身酸痛 四肢无力 她叫宝儿是个银行经理 这天她上班 发现家里的门锁被动过 于是她果断的换了门锁密码 这下更恐怖了 晚上刚要睡觉 就听到门有响动 她起身想要查看 可 门把手被人一直扭动 宝儿捂住口鼻吓坏了 不一会儿又安静了 宝儿鼓起勇气看向外面 确定没人 她很庆幸自己换了密码 她推开房门 没看见人影 却看见了地上的烟头 于是她警觉的报了警 等警察来时 一个烟头根本不能说明什么为由 不了了之 从此怪事不断 晚上下班回家的宝儿 被陌生男子一把拽住 还说认识她 是她的邻居 非要拉她一起吃饭 宝儿拼命挣扎 好在同事路过 及时帮宝儿吓跑了男子 并送宝儿回家 当宝儿回到公寓时 却停电了 她拿出手机 想要找家里的电闸 突然有人敲门 她小心翼翼的透过猫眼 看见是同事 原来是自己的钱包 落在了同事的车上 随后又帮宝儿修好了电闸 这是宝儿那集 走进卫生间 却发现马桶盖被动过 瞬间她想到了什么 她小心翼翼的凑到门口 问同事 你怎么知道我家门牌号码 同事没有回答 宝儿迅速的跑了出去 还报了警 但当警察赶到时 打开门的一瞬间全傻了 同事竟然被吊死在门把手上 警察立马去查找监控 可物业监控查不到一点信息 只好逮捕宝儿 因为他家里有打斗的痕迹 怀疑他贼喊捉贼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宝儿被无罪释放 但这个房间太恐怖了 宝儿打算搬出去 于是就在收拾东西时 他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事情 一张1312的房门卡 竟然出现在自己的家中 极度好奇的宝儿 走向了那个房间 打开后 房间里到处是灰尘 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回来过 但相册上的照片 说明这个房间的女人 也是个独居女人 宝儿拿走了坐子上的账单 匆匆离开 他找闺蜜商量 告诉了她一切 他发现房主叫朴秀丽 每周日下午四点 都会去便利店 购买四千韩元的商品 只要找到她 似乎就可以知道真相 于是两人约好一起遁守 很快 一个黑衣女子来到了便利店 刚好又买走了四千韩元的商品 两人并没有迟疑 直接跟了上去 可还在岔路口跟丢了 没办法 两人只好分头行动 很快宝儿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房子 因为门锁和自己家的一样 他好奇的输入了自己家的密码 竟然开了 他小心翼翼的走了进去 却看见一个女人被绑在床上 他拿起电话想要报警 竟然有人回来了 他迅速躲了起来 意外看见了女孩双腿已经被锯断 而这时这个男人 竟然还要锯断女孩的手臂 被吓坏的宝儿想要逃出去 可就在开门时 电话响了 男子却说 敢喊 宝儿被发现了 他夺门而出 恶魔也追了出来 他拼命的跑 可他迷路了 大声的喊救命 没有人能听到 他躲了起来 还是被恶魔发现 宝儿已经被吓得瘫痪 就在这时 闺蜜一把撞到了男人 男人起身就摔倒了闺蜜 就在恶魔要动手时 巡逻的警车救了他们 恶魔跑了 警察还在垃圾箱里 发现了一具被分尸的尸体 上面还夹着宝儿的名片 原来他就是1312的主人 朴秀丽 逃过一劫的宝儿 搬了新家 还换了三把锁 可这时有人敲门 说是送快递的 宝儿吓坏了 他透过窗户一看 确实是快递小哥 好奇的宝儿 打开了快递 里面竟是自己落在凶手家的手机 打开手机 里面全是自己熟睡时候的照片 突然闺蜜打了电话 画面里是一个男人 走进了闺蜜家的卫生间 而后闺蜜又走进了视线 宝儿隔着屏幕拼命的喊 随后闺蜜还是被迷晕 恶魔拿着大刀 想要剧断闺蜜的大腿 宝儿疯了似的跑去闺蜜家 打不开房门 就直接拿灭火器猛砸门锁 突然一双手抓住了他 一拳打到了宝儿 他就是那个公交车站的变态男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 里面的闺蜜只是被迷晕并没有受伤 宝儿害怕极了 警察给宝儿一步监控 告诉他独居女孩 要时刻注意安全 宝儿马上就安装上了监控 调试好后便去便利店买东西 还碰见了以前小区的宝安 真巧自己搬家了也能碰见 就在宝儿刚要走时 却听到了宝安也买了4000韩元的商品 宝儿赶紧跑回家 死死的锁上三道门锁 突然电话响起 警察告诉宝儿变态难死了 凶手另有其人 于是他好奇的打开手机监控 竟然发现一个人 那个人是宝安 他已经钻到了自己的床下 宝儿已经开始颤抖 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 宝儿想跑出去 可翻到门锁 怎么可能迅速打开 等自己醒来时 已经被绑了起来 恶魔告诉宝儿自己很喜欢他 只要乖乖听话 就不会伤害他 如果逃跑 就会锯掉他的腿 他扶下身想要亲宝儿 宝儿死死的咬住了他 然后拿起针管 就刺穿了恶魔的手掌 宝儿赶紧往外跑 可恶魔不慌不忙的追他 还称要锯断他的腿 可怎么能跑出去 门窗全被封死 就在要抓住宝儿时 宝儿撞翻了衣柜 衣柜上的钉子 直接钉住了恶魔 恶魔狠狠的抽出了钉子 扑了上去 死死的掐住了宝儿的脖子 就在要被掐死时 宝儿猛的一腿 恶魔的头被后背的钉子刺穿 死了 最后宝儿得救了 因为正当防卫 被无罪释放 但他还是每天都会去看 床下是否有人 这是一面诡异的墙 只要在上面写上字 就会有人自杀 学校新来个清纯可人的美女纳莎 所有的男生都想约她吃饭 但隔天 纳莎的身上就奇臭无比 想要约她的男生 都被她熏到呕吐 而学校的厕所墙面上 就出现了 纳莎臭脸绿茶的字 这个写字的人叫小美 因为嫉妒新来的纳莎 就泄愤的在墙上 写了自己的邪念 却意外成了真 小美也发现了这堵墙的秘密 于是她又许愿 她挡住了飞来的篮球 小美以为爱情来了 可 小美懵了 怎么不灵了 原来那堵墙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一旁的小胖狠狠地嘲笑了她一番 小美气不过 又在墙上写着 疯狗小胖乱咬人 等她从厕所出来时 一群同学都围在蓝边 她蹤上去一看 小胖正在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 小美心里想活该 结果小胖就被医院的神经科绑走了 这下终于没有人和自己做对了 可转天小美来看小帅 发现纳莎不臭了 小胖也正常了 原来是保洁阿姨在清理墙面 小美急了 拽起阿姨就要阻拦 阿姨臭骂了她一顿 无奈小美只好 把这堵墙的秘密告诉了她 可阿姨却说她脑袋有病 还把她在墙上乱涂的事情 告诉了小美的班主任 班主任又臭骂了她一顿 这下小美怒了 她希望保洁阿姨赶紧死 第二天 阿姨就吊挂在那里 窒息而死 小美慌了 她赶忙冲进厕所 擦掉自己写下的字 等她出来时 听到所有的人都在议论 小美这时看见了 死而复生的保洁阿姨 这次她吓到了 发誓自己不会在墙上写字 但转头 看见了绿茶纳莎 在勾引小帅 这让小美又一次失去理智 她又让纳莎变成丑八怪 看见捂着脸跑出来的纳莎 小美露出了邪恶的笑 而墙上又多了一行字 纳莎月球表面的丑八怪 可当她回到班级时 一个女生就静止走到窗前 然后就跳了下去 惨死在操场上 小美不解 她意识到一定有人 知道了墙的秘密 她赶紧跑向那堵墙 墙上确实多了一行字 某某自杀 这时食堂也出现了 神志不清的女生 她拿着碗又唱又跳 墙上多了一句 你这个疯子 还有女生被一群男生追着跑 墙上又多了一句 你这个荡妇 还有人瞬间变成了疯狗 全部都被送进了精神命院 学校越来越诡异 字也越来越多 突然小美看见 有一条写着小帅你这个残废 她马上拿毛巾想要擦掉 可刚要动手 上面一行红字 让小美彻底崩溃 赫然写着擦掉墙上的字会死 她实在没有勇气去死 可还是有很多人走进去 看着眼前的小帅变成残疾 学校里的人也都步入了罪恶深渊 她开始后悔 后悔自己运用那堵墙 她向那莎认错忏悔 可那莎却说自己知道一切 然后邪恶的笑着 是那莎赋予了这面墙魔力 小美杀不死那莎 但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而起 她决定结束这一切 而那莎却大喊 小美要去擦掉墙上的愿望 一时间所有的同学 都像丧尸一样扑向小美 要阻止她去清理墙面 她费力的跑进卫生间 还没来得及拿清洗工具 同学就涌了进来 她锁上门 大批的同学包围了她 她拼命的擦 可用手怎么可能擦得掉呢 她不停的用厕所的水往墙上泼 外面的同学越来越多 眼看就要破门而入 情急之下小美拿出笔 在墙上写了起来 突然就安静了 她出来发现所有的人都消失了 诺大的教室楼里 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教室 食堂 球场 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那莎还站在栏杆旁 不一会儿也消失了 小美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在冲动的时候写了什么 小美回到家 发现镜子已经照不到自己的脸 而且无论怎么喊都喊不出声音 她自己也在消失 原来她在墙上写的 是让所有的人都消失 我们不要去羡慕和嫉妒任何人 因为你也有可能被别人羡慕和嫉妒着 千万不要在冲动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 因为有些决定 你来不及后悔 更无法挽救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面墙 你会如何选择呢 如果是我 我会写上让那莎消失 这样就完美解决了 我是夏末 我们下期见 这个男人养的宠物太恐怖了 肥厚的嘴唇 锋利的牙齿 彰显了他的凶狠 你猜他知什么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只见天空嗖的一道亮光 阿伟就得到了一盆奇怪的花 于是就把他摆在自己家的花店窗前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到了晚上 阿伟在收拾花店杂物的时候 不小心扎破了手指 流出鲜血 这盆花竟然活了 而且开始 他把手伸过去 差点没被咬到 他又把没受伤的手伸过去 花居然生气了 原来他是喜欢雪 阿伟挤了几滴雪 这盆花开始津津有味的吃起来 尝过鲜血的花 开始异常凶猛的增长 引来无数人 不愿万里来一毒七花 为了证明自己来过 都会带走一束花 一时间花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但当他看见前面漂亮的小姐姐时 他发现了有比雪 更有味道的食物 情不自禁的就张开大嘴 激动的枝叶都在颤抖 眼看就要咬到时 阿伟及时制止了他 从此这盆花就不满足血液 他忘不了那个小姐姐的味道 一天天的虚弱 就在阿伟不知道怎么办时 那盆花却说话了 竟然要吃肉 而且要吃带血的新鲜肉 最好是人 阿伟意识到 自己竟然养大了一颗食人花 食人花叫阿伟喂饱自己 就可以让他拥有财富和女人 眼看阿伟不为所动 食人花迅速让他看见了 小美被家暴的场景 原来阿伟暗恋小美 但小美有个恶棍男友 总是侮辱他 但小美还是不离不弃 眼看心爱的女人被打 阿伟怒了 在食人花的蛊惑下 阿伟终于决定干掉他 他来到小美男友的牙科诊所 刚拿出枪 小美的男友就被吓死了 原来是只纸老虎 啥也不是 到了深夜 阿伟拖着他的尸体 回到了花店 可食人花告诉他 自己还吃不下一个人 你必须把他肢解了 阿伟不得不抬着尸体去肢解 然后喂他 第一次尝到人肉的滋味 这让食人花开心极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竞争对手 老头看到 老头并没有报警 只是想逼阿伟交出食人花 并告诉他饲养的办法 突然食人花就出现了 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老头回头一看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食人花吞到了嘴里 经过一夜 他已经生长到 可以生吞整个活人 此时阿伟告诉了小美的真相 小美看着眼前这个 为自己杀人的阿伟 动容了 阿伟也因为奇怪的食人花 登上了各大报纸 一时间拥有了所有的财富和爱人 一天食人花突然倒地 阿伟知道他又饿了 如果喂他就要杀人 如果不喂他 就会失去现在的一切 矛盾的阿伟决定带着小美 和剩下的钱逃跑 丢弃食人花 他不知道的是 食人花已经成精 甚至比有些人类还要狡诈 就让他走出房间时 食人花露出了邪恶的笑 他用触角移动身体 然后拿出一元钱 投进电话机里 模仿阿伟的声音 给小美打电话 很快小美就被骗到花店 食人花用他罪恶的触角 卷起小美就要吞掉他 听到尖叫声的阿伟 疯狂地冲了进来 把小美从食人花的嘴里救了出来 但小美已经奄奄一息 小美请求自己死后喂给食人花 他知道阿伟为自己做的太多 这是他唯一可以回报他的方式 只要食人花吃饱了 就会给阿伟财富和女人 这样他就满足了 阿伟不得不把小美放进了食人花嘴里 眼看自己的爱人死去 阿伟也不想活了 于是他来到天台准备跳下去 这是一个男人叫住了他 他拿来了一盆小食人花 来询问阿伟饲养方式 阿伟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于是他返回花店想消灭食人花 但他已经壮大到 可以爆破花盆独立行走 还有无数个小弟跟随 阿伟拿枪想要射杀他 那知道食人花刀枪不入 还耻笑阿伟 听到阿伟五花大绑 冻进了自己的嘴里 随后各大商朝里出现了无数小食人花 因为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 被所有人争相购买 不久后的大街上 出现了很多巨人食人花 不但吃人 还会吞掉地球上的一切建筑物 影片到此结束 如果有小美这样打都打不走 又会牺牲自己 让你拥有金钱和女人的女朋友 你们想要吗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 等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 打不合 打不合 我们下期间